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溫度的作用之下 我們已經知道溫度就是一個振動 我們常常看到物體在升高溫度的時候會所謂的膨脹 降低溫度的話會所謂的收縮 當然有一些物體是例外的就是水 水因為有那個你們應該知道什麼 氫溅嘛 所以造成0到4度C之間是有一個奇怪的變化 所以那個你知道就好 那不然的話大部分的東西是熱脹冷縮 那請問熱脹冷縮 我們如果從微觀的世界去看熱脹冷縮 這個物理的變化 分子間未能減少 如果熱脹就未能增加是不是 OK 所以同學很厲害 就是從未能看世界 非常厲害 實際上熱脹冷縮是怎麼來的 我們上次一直有畫一個圖對不對 就是未能圖 那我們在講說其中一顆原子放在 x等於0 這是x軸 這是一個未能 這是u 那當然是從原子分子的世界去看的未能 然後另外一顆就是動態的 你在無窮遠處的時候 他們兩個之間 就是這一顆原子在看這一顆原子 可以用未能來看 我可以把另外一顆原子的存在當作是未能 那無窮遠之處我就不受它的影響 所以是0對不對 然後再怎樣 在接近它 如果我要跟它間接的地方 我就是未能最低 對不對 我們上次有畫過這個圖 未能最低 然後再來 我太靠近它了 它開始排斥我了 對吧 我們上次一直畫這個圖 然後也跟你講 這個大概就是什麼 跟那個 凡德瓦爾利 那些 或者是什麼 六四方、十二四方 那個利的形式 都是有關的 對不對 好 就這個圖而已 這麼簡單 我們接下來要解釋 為什麼會熱脹冷縮 熱脹冷縮的原因是來自於什麼 來自於這個未能 它的不對稱性 你看它左邊上升快 右邊上升慢 有看到了吧 未能變化 有沒有 一邊快也滿 為什麼 因為我太靠近你 你就會 就會 就會 極力的把我排斥出去 有點像 因為親半人的隱私 然後如果還比較遠的地方 你說 我們做個好朋友吧 慢慢來 所以 這個 跟我們的現實世界有點像 就是 遠遠的大概都會 那個慢慢的 可以接近 然後太近了 馬上把你推開來 OK 那這樣子的一個不對稱性 就造成了熱脹冷縮的一個問題 怎麼樣熱脹冷縮 我們來看 就是 當它是0K的時候 沒有溫度的時候 那這兩個原子就這樣 都不動了 就bounding在那邊 用它的間接的距離 存在 好 然後當它有溫度的時候 你看到這個兩個 原子啊 它就這樣 Ether在這裡 or在這裡 有沒有 它是可以壓一點點的 也可以 這個拉比較多的 欸 你看到這個問題嗎 當我有溫度升高的時候 我的 我跟臨近原子的距離 可以壓一點點而已 但是可以 可以拉很多 那所以你溫度提高的時候 就有些 原子是這樣 比較近 有些原子是比較遠 好 當然 要考慮所有 interaction 我畫的只是簡單的概念 好 那這些 全部都加起來後 平均起來 你看 最簡單就是這個加這個 平均起來 是不是會 好像會 平均距離會變大了 有沒有看到 它原因在這裡 它是一個平均 它是會壓一點點 它也會拉開更多 然後 每個原子 有的被壓 有的被拉 然後呢 平均距離是變大 這是熱脹冷縮的概念 是平均距離變大 所以 用這樣的一個想法 去看問題的話 你就可以想像 譬如說 本來是 這個 長度上 是 這樣的距離 後來 隨溫度上升以後 你平均來畫 平均變大了 所以感覺上 這個長度是 變長 那如果它是 圍成一圈的呢 圍成一圈的 中間有一個孔洞 當然原子還會繼續畫 對不對 那這時候 也會這樣 也會那個圈圈 因為你的原子 原子間距離會變大 所以裡面那一圈的距離 一定怎樣 一定會變更大圈 這比較小圈 所以以此類推 你可以了解 所有的 這個熱障冷縮的概念 然後後面有一個 這個 熱障冷縮的一個 聚觀上的一個計算 就是一般來講 我們會把這個 熱障冷縮會從 一圍、二圍、三圍來解釋它 所以如果是一圍的話 一圍 one dimension的話 我們叫做 linear expansion 那 一圍的膨脹是怎麼樣 那原本有一個 長度是L 當然 裡面都是一顆顆原子 所結合的 然後 再來 溫度升高以後 原子原子平均距離 拉開了 所以變長 所以溫度升高以後 它會跑出一個 ΔL 在這個地方 好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定義出它的 它的一個係數 ΔL 就定義成 一個係數 這個膨脹係數 乘上它原本的長度 再乘上溫度的一個變化量 那依此類推可以推出這個 從一圍推到二圍 然後二圍推到三圍 都可以相同的一個結果 所以你可以講 你可以算出二圍 二圍的話就是面積的變化 會等於什麼 會等於這個 另外一個係數 這邊這個是 習慣問題 我們定義成 γ乘上原本的面積 然後再乘上溫度的一個變化量 那實際上這些一圍二圍 或者甚至是三圍 三圍的話 就是體積 就變成另外一個係數 是β 然後乘上 體積再乘上 溫度的一個變化量 那這些一圍二圍三圍的熱膨脹係數 是有相關的 那怎麼樣相關呢 譬如說 我們現在要算 我們如果已知這個一圍的膨脹係數 我們要算三圍的熱膨脹係數 那要怎麼樣算呢 其實是很簡單 譬如說 我們知道它的一個物體的原長 假設是L1 L2 L3 然後它的這個膨脹係數 線性的膨脹係數已知的 所以我們知道說 它在膨脹之後呢 就是加了溫度膨脹之後 它就會把這三個長度變成L1 加上α倍的L1ΔT 然後L2加上α倍的L2ΔT 然後第三個dimensionL3加上α倍的L3ΔT 然後你就可以很容易算出它的ΔV ΔV就是什麼 就是V後來的 V ofΔT 再減掉V原本的V0 所以V ofΔT就是什麼 就是L1加α倍的L1ΔT 乘上L2加上α倍的L2ΔT 再乘上L3 就是依此類推 L3加上α倍的L3ΔT 然後呢 再減掉L1L2L3 那一樣就是ΔT 你如果是ΔT的平方 因為ΔT很小 溫度變化比較小的時候才會成立 那如果是平方向三次方向 就是高四方向它的0.1乘0.1 更小就可以忽略 所以你如果只取ΔT的一次方的話 你會得到是L1乘上L2乘上L3 然後再加上這個ΔT 有一個α乘上L1L2 α加上α加上α 然後通通通都是L1L2L3 然後ΔT 這個計算是這樣算的 就是αL1ΔT 然後乘上L2乘上L3 對不對 所以α就出來 L1L2L3就在這邊 ΔT就在這邊 那另外這也是α 然後乘上L1L3 所以你會得到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當然會有加一些ΔT的二次方 那就不要算了 然後再減掉L1L2L3 所以最後你就發現到說 這個ΔV的變化會等於什麼 會等於原本的V再乘上了 3倍的α再乘上了 這樣ΔT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體積的膨脹系數β 跟這個線膨脹系數之間就找到關係 同樣的道理 這個面膨脹系數也是線膨脹系數的兩倍 所以有關熱膨脹的概念 從原子的尺度出發 它是一個平均變大的 然後再從什麼 從這個 聚觀來看 從一維的線膨脹 然後進到面膨脹系數 體膨脹系數 其實它們之間都是有互相關係的 所以你只要知道線膨脹系數 就是可以計算出這個 所有的這個 其他的面膨脹 或者是體膨脹系數 第十九章 進來以後是什麼 是要告訴你 到底什麼是溫度的概念 因為有了溫度概念以後 你才會知道這個熱力學後面的一些計算 那一開始就是熱力學第0定律 告訴你說怎麼樣達到熱平衡 那我給大家一個熱的概念 就是說是一個氣體分子在跑來跑去的動能 或者是你的身體裡面原子的一個震動 那那個第十九章 一開始從溫度進來以後 就後來進到所謂的溫標 溫標 那你要利用什麼 利用這個物質隨溫度變化來測溫度 所以有一些是固體 液體或氣體怎麼樣 它的性質怎麼改變 那其中有一個比較有趣的是 那個電阻跟熱電 Sermocouple 跟那個resistant 那個白晶的溫度計 那講到後面就是說 隨著溫度變化來 那個物體的那個材料的一個改變 材料的一個特性的改變 那它的這個材料特性的改變 當然可以拿來當作溫度計 那它裡面的這個機質為和 就是十九點四裡面要看的 十九點四我們要看 所謂的這個物質的特性的 隨溫度的改變 那裡面最有趣的是什麼 就是熱膨脹 Sermal Expansion 那熱膨脹的概念為和 我們上次就講到一個 真正它的這個物理機制 就是說我們在這個看物體的行為的時候 我們常常要進到所謂的未能的描述圖 所以我們在前面第七章第八章開始就告訴你 未能很重要 那我們要進到這個原子的尺度去看 所謂的熱膨脹的概念 所以我們這時候要怎樣 要用未能來看 譬如說我們上次所提到 就是說如果你把這個兩個原子之間的這個作用力 把它視為其中一個原子 是當作什麼 當作你的系統 另外這個原子當作什麼 當作你的環境 那另外這個原子這個環境就放在什麼 放在這個原點的地方 那這個環境就給這個系統 這個系統就會給一個未能 所以這個系統就是這個第二顆原子 第一顆原子放在這個原點 那第二顆原子就會感受到第一顆原子的一個受力對不對 那個力量 然後這個力量就可以用什麼 用未能圖來表示 所以一般是UR或UX來表示 那我們上次有提到過 就是說它的未能 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 它是一個不對稱性的 它太靠近的時候它的未能上升很快 它這個比較遠的時候 它的這個未能變化比較緩慢 那這樣子的一個未能圖給了你之後 你就可以算出這兩個原子 它有一個bounding 所以在0K的時候 supposedly它的間結是在這個位置 所以這邊是間結的一個長度 間結 那如果你把溫度慢慢的加熱 所謂的thermal expansion就是什麼 就是你加熱 加熱你的這個系統 加熱你的系統 你就看兩個原子之間的一個距離的一個變化 那你在0K的時候 你的距離就固定了 那你如果給它一個溫度 給它溫度是什麼意思 就是把你的這個系統的能量往上抬 就抬到這個位置來 那這個就是什麼 這就是你給的溫度 那後面你會學到溫度的能量 溫度的能量就是1 thermal energy 那一般來講 當然你如果仔細寫 可能會是2分之3或2分之幾KT 不過你可以簡單的寫約為這個KT 至少約為KT這個order 這個order這個大小 所以你把它加熱以後 加熱給它一個溫度以後 那你可能講 你可能會獲得是更近的距離 或者是更遠的距離 所以會有兩個可能性 當然有很無限多的可能性 都在加熱之後 它可能會得到 一個是比較近 那也可能是這個位置 也可能是這個位置 那也可能是這個位置 對不對 在這個位置 那也可能是到這個位置 所以是這樣 是所有的可能性 都要平均起來 那平均起來之後 你就會發現到 因為它靠近比較少 遠離比較多 所以平均的這個距離 所以這個distance 原子之間的distance 所以average 這樣變大 當什麼 當這個 你給它一個 1 thermal 當你給它一個熱能 等於KT 把它提升之後 它的距離 平均的這個距離 是變大 所以你可以簡單看 就這個 跟這個 相加除以2 就這樣 就差不多在這個位置 所以當然是變大 OK 所以這個就是熱脹 冷縮 這個真正的這個 微觀的一個機制 那當然 那個水是比較特別的 那有了這個 微觀機制之後 你在聚觀上 你怎麼描述它 聚觀上 很簡單 你就看說 假設 是一個棒子 對不對 然後你加熱之後 當然裡面每一個 每一個原子的平均距離 會變大 對不對 那實際上講 就是棒子的整個 這個長度 會變長 一點點 那一點點 就是叫做一個 ΔL 對不對 那這個變長 多少 因為什麼 因為跟你的原子數目有關 所以你要 除以什麼 除以你原本的原子數目 有多少顆 那大概都跟長度有關 所以 ΔL跟L 應該是 有一個比例 一個比例 然後那個比例是怎樣 是這個 主要就是造成這個 因為溫度的上升造成這個長度的一個增加 所以你的這個 ΔL跟L的比例會怎樣 會proportional to 一個所謂的thermal expansion的一個常數 那在這邊如果是那個長度 如果只是一維的一個長度變化 我們叫做一個linear的一個expansion 所以我們給它一個 系數叫做α 那當然它怎樣 它如果溫度 這邊是T0 然後這邊是這個T1 它溫度升高越多的話 它的這個ΔL 伸長的這個長度就會越大 所以這邊會有一個什麼 會有一個ΔT 然後就是T1-T0 所以一個溫度變化 所以一般都寫成α乘上ΔT 所以在這個聚光的物體上 如果你有一個這個金屬 它原長是L 這時候你把它加熱以後 它就會有一個ΔL的一個生長的一個變化 那ΔL大概就跟一個係數 就是線性的那個生長的係數 然後跟什麼 跟它的原長一定有關 然後最後呢跟它的什麼 溫度變化會有關 那以此類推你可以去推那個二維 二維的話會有什麼 會有面積的一個變化 它面積的變化應該會是什麼 也會是另外一個係數 那這邊是一個習慣用語 習慣用是用γ 正常應該αβγ 應該寫β 但是那個習慣上 我們是二維寫成γ 然後它也會跟原面積有關 然後它會跟什麼 跟溫度變化有關 那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面積變化的一個係數 γ就會跟這個線性變化的係數 α之間一定會有一些關係 那當然 所以我們算出來是γ等於兩倍的α 那它的原因是什麼呢 這個很簡單 就是說你可以先假設你的面積 面積是怎樣 是剛好是等於兩個長度相乘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你要算這個ΔA對不對 面積的變化量 那這是什麼 這是這個線性的變化量所造成的 這個相乘所造成的這個面積的變化量 所以你先把這個線性變化量找出來 比如說這個L1會變成什麼 會變成L1再加上這個α倍的L1ΔT 然後L2變成什麼 變成L2再加上α倍的L2ΔT 然後最後你要講 你要算的是面積變化量 你要記得要減掉原本的面積大小 所以你去算一下 最後就可以這樣 可以找到 它剛好會等於什麼 剛好會等於 兩倍的α L1 L2 然後再乘上ΔT 那這個L1L2就還是一樣 是原本的面積 然後因此你就可以找到什麼呢 找到這個γ 就是面膨脹係數跟線膨脹係數的關係 就差兩倍 然後再來就是體膨脹係數就變成三倍 OK 好 然後你去看這個所有的物質 它的一個膨脹係數 你發現到說這個氣體膨脹係數就比較大 大概是10的負3次方的order 所以大概氣體 氣體的這個thermal expansion 它的熱膨脹係數的話 氣體大概就是到10的負3次方的order 然後如果是液體的話 它大概就是到10的負4次方或負5次方的order 然後如果是這個固體 它就只有大概10的負6次方這個order 或者負5次方 大概是這個 因爲什麼? 因爲它的這個order of magnitude 就是在那個尺度範圍 對 它的order of magnitude 一般就是 所以它不會 就有些數字 它不去講那麼準 它就是大概負幾次方 或者是多少次方 就只有知道那個數字大小在附近 它不會 exactly去計較它那個數字是多少 OK 那這邊有一些那個example 就告訴你說 這個膨脹 熱膨脹的一些應用 熱膨脹的應用 那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膨脹的概念 OK 那第二個example 它說 假設 a hole of cross-sectional area 100cm square is cut in a piece of steel at 20 degrees C 它假設說 有一個 其實應該是有一片 steel steel的一個 就是不鏽鋼的一個金屬片 然後在上面呢 我把它 我把它 這個 挖一個洞 a hole of cross-sectional 100 這個洞的大小是100cm平方 那當然就是 外面是steel 外面 OK 然後另外它說 它 一開始在什麼 在20度C 放在20度C 它問你說 What is the change in the area of the hole in the steel from 20 to 100 degrees 就是 假設把這個不鏽鋼 加熱 不鏽鋼薄片 把它加熱 那加熱之後呢 它到底這個面積改變會是多少 tela a 等於多少 那這很簡單嘛 就是 tela a 就是 一定是跟原本的a有關 那 這邊比較有趣的是說 這個hole 到底會變大 變小 我上次有跟大家講過 你可以把自己想像成是原子 對不對 你把自己想像成原子 然後繞一圈 那 原子之間距離變大 所以怎樣 所以繞一圈之後 原本的 這個 距離比較小 對不對 然後後來的距離變大 所以可見你這個hole會變大 這個 整個steel都要變大 OK 大概是這個idea 那你有這個原子原子之間距離變大概念之後 你要算就很簡單 就是用中間這個面積來算就好 所以它肯定是這個 這個 a 是100 cm平方 要使用到 然後另外怎樣 另外 一般來講 它 資料上可以查到是這個 steel 不鏽鋼的 linear expansion coefficient 所以是alpha alpha 是等於這個 11乘上 10的-6次方 然後 每度c 然後 從這兩個 這個參數 你就可以算出這個 delta a 面積的一個變化 所以基本上有什麼 就是 面的膨脹係數跟線膨脹係數差兩倍 所以是兩倍的alpha 然後再乘上 乘上原本的面積 這邊應該寫a0比較好 原本的面積 然後再乘上 乘上delta t 這是80度C 你就可以 算出它的 面積變大是多少來 ok 然後再下一個問題 也是蠻有趣的 這邊的問題都很簡單 但是呢 跟你的日常生活中會 常常會遇到這個 相關的這個例子 譬如說剛剛這個hole變大 好像如果沒記錯的話 你們之前應該在 一些普務的demo的一些課裡面有看到 他就拿一個圈圈對不對 然後另外這邊有一個球對不對 然後他就跟你講說 一開始怎樣 一開始放不進去 然後接下來就怎樣 就把它燒一燒對不對 加熱一下放進去 然後再玩那個遊戲 這個就是 在算這個東西 ok 好 那第二個example的話是說 如果一般你在 騎摩托車可能比較沒有進去 一般如果你開車 有一些高架橋 那你就會 或者是那個 過河的地方有個橋 那你會覺得 怎麼那麼不舒服 蹦蹦蹦蹦蹦的聲音 主要是一段一段相接 它通常會有一個縫隙 不管是金屬 或者是任何材料 它一段一段相接的馬路 都要留一個縫隙 那縫隙是用來幹什麼 這個example就告訴你 它說 假設有一個steel bridge 它是1000公尺長 所以它有一個長度 等於1000米 然後它是一個橋 然後問你說 How much does it expand When the temperature rise from 0 to 30 degrees C 所以假設 溫度變化是等於 30度C 30度C 那問你說它的長度會變化多少 所以這個很簡單 因為你一查steel steel就是剛剛這個 11乘以10的-6次方 每度C或每度K都一樣 它的deltaL就等於什麼 等於它的這個 alpha 這個是一維的 所以是alpha而已 不用乘兩倍 然後再乘上它的長度 再乘上它的溫度變化 你可以算出來 它大概是約為0.33公尺 所以33公分 大概就一根尺那麼長 那這個33公分 你不要小看它 如果你反過來思考 就是我們在第十幾章的時候 有14章還是15章 有講到一個所謂的陽字係數 你外力去拉它對不對 兩邊如果有外力去拉它 當然這邊的外力怎樣 外力會跟這個原子有關嗎 所以你要換成什麼 換成壓力 這邊假設一個壓力去拉它 壓力去拉它的話 最後會讓它 這個產生硬變 所以這個叫 stress 跟 strength 一個是硬力 一個是硬變 stress 是什麼 硬力 stress 是硬變 反正就是 你給了一個力量之後 然後會造成什麼 造成它的一個長度變化 所以這邊會被拉長一點點 往外拉長一點點 這邊被拉長一點點 類似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你如果把這個熱障冷縮 把它反過來想 怎樣反過來想 就是說我這個bridge 我兩邊都固定得好好的 怎樣固定好好的 就是說我bridge就是兩邊都鎖死 對不對 這邊也固定住 這邊也固定住 鎖死啦 那這時候呢 它的什麼 它的這個深長的ΔL 就變成什麼 變成是我這裡面要擠進去ΔL的一個長度 那擠進去ΔL的長度 就這樣 就會造成我裡面會有增加的那個 那個 那個 硬力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我等於有應變給它 我現在是說 你如果說這個 從這邊看 它隨著溫度上升它會變長 那你不給它變長 你把它固定住 這時候呢 裡面實際上有變長 那變長的這個長度 就會造成你的橋墩會有一個硬力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你反過來去算 算它的硬力大小 那當然那個陽式係數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 如果你忘記的話 你可以去想那個什麼 想那個彈簧對不對 彈簧的話是什麼 F等於-kx 對不對 好 然後陽式係數的話 就是不要寫F嘛 寫什麼 寫成是壓力對不對 壓力的話是F除以A嘛 對不對 然後一定也是一個陽式係數對不對 然後這裡頭上次有解釋過 就是它不能夠寫成什麼 不能夠寫成變化量而已 你要寫成一個ratio 為什麼 因為它越長的話 它變化量就越大 OK 所以你可以去算 算一下它的這個 硬力大小是多少 F除以A就是硬力大小 硬力大小會等於什麼 等於陽式係數 在乘上ΔL除以L 那一樣就是0.33公尺 除以這個1000公尺 然後陽式係數是這個要查一下表 它是2乘以10的11次方 所以最後你就發現到說 它的壓力有多大 有6.6乘以10的7次方牛頓每米的平方 所以它的硬力有這麼大 它這麼大當然就是 你的這個這個橋墩就會 在某一個溫度底下 它就會 可能慢慢它就會壞掉 所以就會這個 減短它的這個壽命 所以為什麼你必須要 每一段距離要做一個gap 那gap就是讓它生長 讓它可以這個 沒有這個硬力 可以去掉它材料裡面的硬力 OK 好 再來第三個example 其實也蠻有趣的 其實都很簡單 可以只是說 就是在這個生活上都會遇到這個東西 它說假設怎樣 假設你在實驗室 While working in the laboratory You fill a one-liter glass flask to the brine with water at 10 degrees C You hear the flask raising the temperature of the water and the flask to 30 degrees C 它說假設你在實驗室裡面 然後你怎樣 你把它這個一升的這個 這個燒平對不對 好像叫燒平 flask 玻璃燒平 然後把它灌滿水對不對 那一開始是在10度C的時候 你把它灌滿了這個水了 然後接下來你把它加熱 從10度C變化到30度C 然後這時候 他問你說 How much water spill out of the flask 接下來 因為你一開始灌滿 可是你加到30度C 就會有水流出來對不對 其實這也都很簡單的題目 只是說 就是你看一下應該蠻好玩 它背後的計算是什麼 當然你知道說 你要算這個的話 肯定就是什麼 就是用這個體積的一個變化量 會等於什麼對不對 會等於這個 alpha,gamma,beta 還有一個beta的係數 然後乘上體積 再乘上ΔT 它在這邊的話 就是這個 玻璃圍層的空間 跟水所佔的空間 是要寫成一樣還是不一樣 玻璃感覺比較 玻璃感覺是這邊對不對 玻璃感覺是這樣 這個殼 上面是玻璃 這是玻璃 所以 所以到底體積要用哪一個 最後你就知道還是用水的體積嘛 對不對 因為你要想像成 你要算體積變化 就要想像成這個 你真正的影響 這個裡面的空間的 這個體積是什麼 是這個玻璃的 跟水接觸的那個地方的玻璃的什麼 玻璃的原子的距離 所以你 進到圍觀裡面去看 這個玻璃的原子距離 然後這個玻璃原子距離 在溫度上升以後 然後原子距離會拉大 拉大的話就讓裡面的空間會變大 所以這邊的問題就在這裡而已 就是說 你要用的體積是誰 是 裝在裡面的那個水的體積 所以如果你知道這個話 大家就很好算 就是用1L的水 然後 然後的一個體積 然後呢 這邊的話要怎樣 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 它有兩個 材料 一個是玻璃 一個是水 那水的熱膨脹 所以 你最後變成是 真正的溢出來的水 真正溢出來的水 應該是多少 應該是 這個玻璃也會膨脹 水也會膨脹 那水膨脹的這個 水膨脹的這個 這個大小 體積變化大小 是β乘上 V乘上βT 叫β水的 然後再扣掉什麼 扣掉 玻璃膨脹的大小 是β glass 玻璃 然後乘上 體積是一樣 再乘上 溫度的一個變化 所以你只要查一下這個β水 是多少 β水它就寫是 1.1乘以10的負3次方 然後β玻璃是多少 是3 因為它是linear expansion 是9乘以10的負6次方 然後乘上3倍才是那個 體膨脹係數 所以你看它差那麼多 所以難怪最後這個水會溢出來 因為這兩個值嘛 就是 水的膨脹係數比較大 玻璃膨脹係數比較小 所以就會溢出來 所以這個蠻有趣的問題 你可以想一下 實際上 這個體積膨脹 那膨脹的那個體積 你是要用哪一個體積 是用整個玻璃的 還是這個玻璃這一點點的 還是最後是用水的體積 那你要從原子的 原子的這個觀念去思考它 就是說 你要看一下這裡面 主要的空間 是盛裝水的空間 然後 實際上你想像可能 盛一個一個原子 一個玻璃的原子在裡面 那 當熱脹冷縮的時候 它漲的時候 那個水儲存的空間 會變大一點點 是因為那個玻璃的原子 距離變大 所以讓它裡面儲存的空間 變大一點點 那一點點的變化 不足以這個讓 就是可以放那麼多水的變化 水體積變化 所以水最後就會跑出來 OK 那水比較特別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它這個 在小時候就有學過 它的這個 4度C到0度C之間 它是反過來 不是熱脹冷縮 是熱縮冷藏 就這樣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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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